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救难人员抱着红衣女子在直升机吊挂下缓缓上身 接着在直升机运送下成功将已经无法行动的女子带回市区接收治疗 带您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事发在14号下午2点多 当时民众一行十人前往屏东泰五乡北大五山登山 没想到其中一名57岁女子不慎摔伤 导致额头肿胀脚扭伤无法行动 先在山庄休息 消防局获报后立即派车前往救援 经过初步评估处置 发觉女子虽然意识清醒 但又眼角斜肿 左脚扭伤还有头与想吐的症状 怀疑可能有脑震荡 于是请来直升机吊挂救援 并在隔天早上7点多在喜多利断崖 成功将女子救出送医治疗